欢迎来到有故事的人 我是斯皮克 人啊都说金钱是罪恶 都想捞 都说美女是货水 都想沾 都说高处不胜寒 都想爬 都说贪吃伤身体 都不省 都说天堂最美好 都不去 人就是这么矛盾 但有一句话说 我们不可能永远知道 接下来会走到哪里 要在哪里转弯 但如果没有出发 就只能停在原地 自从我留了屋子以后 父老婆就给了我一个外号 而这个外号 第一个字是留 叫流浪汉 因此 我就决定 在工作这条路上 不要当个流浪汉 但要如何做呢 持有工作机会 事项恩赐 拥有工作能力 是相助 加上热爱工作 一定成功 这段话就贴在我家客厅 我常在想 在我创业的路上 若能够将这段话 串起来 一定会是成功方程式 有一个企业家这么说 所有的事都是靠决心 没有办法可以再想 但没有决心 什么都没有 有一个年轻人 立志要当一名牧师 在美国 要当牧师 就要通过牧师考试 其中有一项 就是公开演讲 年轻人 提前半个月 就来到要考试的地方 住了一个旅馆的房间 住下来 准备他的演讲稿 演讲稿准备好以后 他每天都在房间里 大声地朗读 一直到可以倒背如流 到了考试那天 年轻人胸有成竹地来到考上 抽了签以后 就到台下 聆听观摩在他前面 考生的演讲 下一个人就认到他了 这时 他突然发现 台上考生的演讲内容 竟然跟他一模一样 他仔细一看 才发现这个考生 就住在他的隔壁房间 毫无疑问 这个考生一定 偷听了他在房间里的朗读 剽窃了他的演讲稿 下一个就轮到他了 他强压下满心的愤怒与惊慌 拼命地寻找对策 突然 他灵机一动 年轻人站到台上 不慌不忙地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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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演说 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最后他顺利地通过考试 他是怎么做的 想知道 他是怎么做到的吗 故事是这样子的 年轻人站到台上 不慌不忙地说 要成为一名牧师 需要有耐心 能够倾听 以及好的记忆力 现在我就示范一下 我将重复前一位的演讲 说完 他开始背诵那篇 他精心准备的演讲稿 比前卫考生更精彩 更动人 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喜邦有趣与艳雨 一个人知道往哪儿去 全世界都会为他让路 而这就是我预约成功的态度 有故事的人 咱们下回见 感谢对象 感谢对象